明天就是端午家街 大街小巷都弥漫着过节的气氛 而老媒社区发展协会 也在黎明活动中心举办包纵活动 黎明与志工也一同共襄盛举 包纵的过程中 黎明们也互相讨论 因为每个人的手法都不同 大家也都希望赶快将包好的养生众带回家 而理事长也贴心的 为比较年长的长辈们 准备一些包好的养生众 让他们也能把健康带回家 同样我每年都办养生众 这个五股众 让我们里面大家吃健康 直接没有油 买的 真的 不算很重 但是很Q 这五股众里面有五股众的东西 包起来 去杀的 所以 大家吃了 都有恶肉 都很欢迎 今年来食安问题 让大家开始注重养生 而一般的传统肉重偏油 热量几乎等于一个鸡腿便当 而理事长的五股养生 重则主张健康 用五股杂量代替全糯米 低卡少油也比较好消化 虽然理事长也表示制作的过程相当耗时 而且费工 但仍然希望民众吃的没有负担 自己也比较安心 这个养生众 我真的很贵 养生众的时候 有那个白刀 跟那个 红刀 很多种的刀 里 纯米和蚝子米 进去做 今天我们社区包 养生众 都是一些这些妈妈 几个天的时候 他们就 材料 他们就要去分配 他们就要去 处理这些 这次借由包粽子的活动 让李明之间增加互动 一起感受过节气氛 大家也开心的将包好的养生众 带回家 而每年理事长 与志工妈妈们 都会准备养生众 除了做爱心 分送给石门区的独居老人 也不忘与 相亲父老们分享 希望借由低卡 零负担的五股养生众 传达对李明的关心 也希望在欢度 端午佳节的同时 能一并兼顾到 大家的健康 记者廖品 韩黎佑 石门采访报导